你看这叫货具的说呀 说这回所有作家写的关于这件事的文字 我看着都那么无力 哭穷教材这些有用吗 没用的 你们需要战斗 而且要用自己擅长的方式战斗 把对方拖入你们擅长的战场中 并击败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把作品中反面角色的名字 启成李彦宏 这个办法不好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有点干预文学创作 他的意思是作家 你们应该用自己擅长的方式 以后把所有不时尚的 不酷的 比较差的人物 都附着上百度的痕迹 要这样去进行一场文化的战斗 不过话说回来 我觉得像百度这种做法 我觉得很有问题的地方 比如说他跟爱国者合作 我也见过有些说法 就觉得他觉得这个事件跟Google不一样 就说Google到底是个美国公司 这个说法就觉得很纳闷 我居然看到有人这么写过 这个跟美国中国有关系吗 难道说 他人家之意就是说我们的公司比较三寨一点 没有那么符合法规 大概是这个意思 不是 他的意思恰恰相反 他觉得说美国人侵犯咱作家版权 那不敢 中国人呢 这叫捍卫住缺 但是你要说 这个跟拜国也不能说没关系 微博上有一个叫什么一毛不拔大师的出主意 他说对付百度 我有一个招 你觉得指定管用 用不着你们在家哭泣喊娘 你们就找几个人 把这个英文德文美文什么日文的一些原版畅销书 直接能放到百度上 然后告诉全世界的网友 这有免费书可以看 他说要不了多久 多国部队就得找百度拼命 不过我估计他到时候那些他会删掉 那个昨天我还跟陈春打电话 他不是以前弄了龙树下的吗 对对对 他就说要告 他说要找联邦调查局来 因为他在百度上找到青少年色情网站 他说你怎么这个青少年色情网站都可以 这个就不要告了 你告点自己版权的事情 就搞点这个 我想再讲一件事 就是你说到这个像这种侵权的这个问题 其实这里面还是有个核心问题 到底就是平台该不该为他所勘载那些内容负责任 当然我也是一个靠写作为生的人 我也不喜欢作品被人盗版或者什么 但同时我也非常欣赏互联网的共享精神 你想想看当年像Nepster 就是斗垮了所有唱片公司 虽然他是也破产了 对不对 但是他的一个原则不就是跟今天百度干的事一样吗 就是我提供一个平台 大家上载音乐MP3 大家爱怎么上就怎么上 爱怎么下就怎么下 结果他是被唱片公司告垮 他当年他的说法也是说 我只是提供一个平台 我跟这些内容没有关系 现在问题就在于这个平台 他该怎么办 这边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上载的很多人 可能他本身没有一个版权意识 因为对中国人来说 版权是个人权利的东西 实在是新东西 说实在话 咱中国人古代的精神 我要讲中国人传统 我们骨子里的精神是 文章是天下公器 文章写得好 有人引用我 我很高兴 对 没有想过什么 所以包括中国人做注解都做不好 就这个道理 骨子里不愿意老住 我什么路本来是没有的 走的人多了 我们还得做出鲁性拳击低几击 我总觉得这个挺浪费时间的 是吧 但是在就是因为西方这个版权概念 所以一般老百姓也 而且老百姓深深的觉得 我把我看到文道一篇文章好 我推荐上去 跟我拿文道的包 完全是两回事 但是从法律概念上 这是一回事 孔一级偷书都不算偷 他这个理解不到这个区别 第二个复杂原因是 他们说 作家他们会说 你什么人自己送上来 很多都是你百度的人自己传上去 你可以自己运作 你看他可以在几天里删掉这么多 他完全可以在几天里上转这么多 所以他表面上都是网民 但百度的工作人员也是网民 他照样可以看到现在哪一个好